观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大家好 我是曾一贤分析师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现货以及9月起始 今天出现一个开低走低的空方趋势盘 中场现货下跌了242点 而9月起始也同步重挫了227点 我想在今天看完整个现货加权指数这个盘势之后 曾老师的心情是真的非常非常 而且万般的舍不得很多操作股票的投资朋友 以及在这一波行情因为硬要做多 因为跟错老师跑去硬是做多 波段多单的这个期货的投资朋友 我真的替你们感到非常的难过 那我当然也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出现之后 各位我们看到 不但灌破了8000点 今天甚至于跌破了7800点 收盘收在7786点 整个重挫242点之后 很多投资朋友对这个盘 我相信已经失望透顶了 可以说已经是万念俱灰了 所以我想在这个礼拜 我决定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公布我们今天的专业当中操作之前 我直接要告诉各位 这今天的这个怎么讲 9月起始的走势 我下面写了什么 这个8月23号星期天 仔细看 8月23号这个星期天 我决定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不管天鹅台风会不会侵犯台湾 我都决定风雨无阻来拯救投资人 不管这个天鹅台风 它会不会来侵犯台湾 我都决定要风雨无阻的来拯救投资朋友 那到底为什么要拯救投资朋友 因为我看到很多投资朋友 我用想象就知道 很多人真的是已经痛苦到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跳出来 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如果你觉得你渴望被救援的话 你渴望被帮助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耐心的看完 我今天整集的节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整个9月起始的一个区间 今天整个9月起始 开低走低 昨天美国重挫2% 全部重挫2% 道琼跌了350几点 台湾同步开低走出之后 随即不敌卖压继续往下走 最高7887 9点13分 最低7740在将近收盘的时候出现 区间高达147点 高达147点 而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我再说一遍 我决定在这个礼拜天 风雨无阻的拯救投资朋友 那么首先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当中操作之前 我想我们先来对于盘式 我们来做一下解析 其实这个盘式 如果你在这一波行情 有受伤的投资朋友 其实你是可以避开将近1000点的一个损失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每天收看我节目的话 我在7月31号 我把话讲在前面 这个我们全体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来我讲了什么 我说很多投资朋友股票受伤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的话 根本就可以避开这段风险 大盘呈现空投趋势格局 我那时候有在带股票 现在也有在带 没有理想标的之前 我绝对不会乱买股票 有没有 我是不是这样子告诉你 你这一空抠讯 你起码看了五遍六遍以上了吧 那么目前大盘行情 我还说我个人暂时认定 怎样8000点必破 这个现在已经打开 这个8000点早就已经破了 早就已经破了 前天就破了 今天更是怎样 整个跌破 我说了 耐心等候讯息出手就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说你可以避开将近1000点 因为当时如果你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说我依然看空大盘 而当时收盘价在这里 8665点 今天来到了7000多少 7780几点 是不是将近1000点 我讲的都是大盘 所以说像这样的节目 你就要多看 对不对 你就自然而然 我们不要说赚钱 你自然而然 你这一段从8600来各位 8600这个跌到7700多点的这一段行情 你股票完全都不会受伤 是不是功德无量 我是不是功德无量 而你是不是也刚好避开风险 所以我的节目从现在开始 麻烦你要看清楚 只是大盘来到这里 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 一个重要的资讯 等一下我会慢慢的讲 那么今天当冲怎么做 各位 可能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今天当冲就是放空就对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开盘价 来各位 开盘价它叫7858 开盘价就7858 这个行情是从7858 785几这个地方 它是先拉上去 这一段虽然很小 因为今天行情很大 可是785几拉上去这一段 如果你在785几去做空的话 各位你绝对会被扒到 因为最高是来到7887 所以在785几这边找盘的第一笔单 你如果去做空的话 你是很有可能被扒到被修理到 所以第一笔单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第一笔单不但不是做空 而是应该先抢个反弹 当抢反弹之后你要怎么做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我说起子各位 每天的输赢 一开盘就已经知道了 输赢的关键就在于转折 以今天来讲这个转折点 7887 如果谁能够再一开盘 就把它给算出来 就把它给事先知道的话 各位今天的财富啊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拥有 而且成为全市场最大的赢家 那么今天张老师怎么带单的 来各位直接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第一笔单 是在8点50分出手 我说今天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第一笔单当然不能做空 因为他是怎样 先冲到7887再杀下来 所以第一笔单他应该是怎么做 应该是像专业的亚洲旗网 先抢一个反弹 先抢一个反弹 抢完反弹再放空 来各位仔细看哦 8点50分我告诉会员我要抢反弹 我告诉他们7887附近直接试驾做多 来各位 事后来看这个点位当然是很糟糕的点位 可是如果你拥有先人指路的话 各位这个地方你不但可以安全出场 而且他会抢反弹抢得很漂亮 来 今天我们的第一笔单是抢反弹 7887多单进场 这8点50分嘛 来到8点54分完完全全怎样穿价成交嘛 没问题嘛 那抢完这个反弹之后 各位到底要在哪个地方出场 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 我说很多事情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操作棋子绝对是在一开盘就分出胜负 那抢完反弹之后接下来就是重点哦 我说了 如果你今天拥有先人指路系统的话 那么在今天一开盘啊各位 你就绝对能够掌握到输赢的关键 它叫做转折 因为今天的高点它是不是在7887 如果谁能掌握这个关键的转折的话 谁绝对是今天最大的赢家 只是说贏多跟贏少的问题而已 那各位看哦 我们今天的转折在哪里 这是我们的先人指路的天地线指标 天地线指标 在今天一开盘8点46分 我们给会员系统用户的一个讯息 当冲的压力 今天当冲的压力就在7884上下两点 是什么 多单停利的参考点 所以在8点46分的时候天线的当冲压力啊 就很明确让我们会员看到 7884就是今天的怎样 多单停利参考点 7857做多 来到7884压力点出掉 两口单轻轻松松涨了54点 不但不会被扒到 不但不会套牢 而且会出得很漂亮 这边抢摊成功 抢反弹抢当成功之后 接着 开盘两分钟8点47分 我告诉我们的系统用户 观察7884上下两点 这是什么 今天的高点预判啊 观察7884上下两点 请预挂这些点位干什么 进场来做空啊 进场来做空啊 那这就是我们先人指路用户 拥有这一套系统的一个 怎么讲 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 什么样吸引人 因为再一开盘来拉近 开盘两分钟 我们这一套这个系统 就会很明确很精确的 帮你算出来 这个转折点的位置 像今天的高点转折 我这边写得很清楚 高点预判就在7884 这个是我们的系统用户才有的 我们的系统用户你才看得到的 请预挂这些点位干什么来做空 所以在这个点位呢 你去预挂7884空单进场 之后又是两口大台子 会有第二趟机会 那可想而知 如果你今天拥有这套系统 你空在7884 这么一大段的行情 你能不能赢 赢多赢少而已 绝对能赢 绝对能赢 所以说我们这套系统的做法怎么样 我也常在电视节目上 跟各位分享 当你做多的时候 停力什么 看压力嘛 做多停力看压力嘛 那当然压力点呢 既然算出来是高点转折 你就可以怎样 去尝试的做空单 像今天这个是不是又空的很漂亮 那空单呢 停力看什么 看支撑 那么今天我们算出来支撑在哪里 今天的支撑没有算得很漂亮 算在哪里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今天短波转折的支撑算在哪里 7802 并没有命中今天的最低点 7740 那请你来仔细看哦 我们今天来到10点45分啊 我们就提早收工了 我们就今天就不做了 因为怎样 前面这段空单呢 7884有空到 我们就觉得很满意 提早收工 那么会员手上如果有金装板 就是我们这道仙人指数金装板 短波转折的支撑点 7802多单的话 我们建议他们现在呢 在成本附近呢 就做一个出厂的动作 但是实际上会员呢 如果你用市价出厂的话 这一笔单它会小赔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做空停力看支撑 没问题吧 7884放空来到7802支撑点出掉 这两口单大跌164点 一口单跌82点 两口单大跌164点 这没问题 那这个支撑点的多单 来 如果你在10点45分 收到曾英杰老师的抠讯 你用市价 真的完全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出掉的话 这一笔单会小赔 因为你市价会出在7790 那我们来对价对值哦 两分钟过后 你可以看到7793 7792 7791 那会员实际上 收到抠讯的时间 是在10点45分 那我建议他们呢 就在成本这附近 直接就市价砍掉 这笔单就是意思就是 不做了 就不做了 那这笔单当然有赔 我们要老实讲 就损失了24点 所以纵观今天整个当中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哦 今天第一笔单 我们是先抢反弹 对不对 抢反弹做多看压力 停力看压力 出掉之后涨54点 那么压力点放空 来到支撑出掉之后 跌164点 支撑点做多 我们有小赔 市价出掉之后损失24点 今天的这个涨跌点数 他叫194点 又是一天漂亮的开心的 一次的打胜仗 又是一场漂亮的胜仗 今天又是一场漂亮的胜仗 因为今天在10点45分来拉近 我们就提早收工不再动作 今天的当中 曾老师很早就这个怎样 收工了 为什么要收工 因为接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资讯 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重要资讯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我们今天当中做完之后 我赶快跟会员来沟通 沟通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布局的动作 这里接下来就是做重点 当然盘市接下来观察重点 我们接下来要为各位来分析 仔细听 这个盘市各位 我想我直接来告诉你 各位之前如果你有看过我节目的话 我曾经是这样子告诉过各位的 仔细听 怎么样告诉各位 我告诉过各位什么 这个大盘 8000点必破 这个是我在什么时候就看到的现象 7月31号 那现在果然破了嘛 可是各位如果你有仔细认真看我的情况 你一定记得啊 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上啊 告诉过你什么 我一定有告诉过你这个低点转折 对不对 来各位 接下来我来讲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由目前这个逆价差 来观察这个大盘 那我是不是动作完了 各位 我们先看一下 我是不是10点45分 我为什么要提早收工 这个有原因的啊 这10点45分 我提早收工不再动作 今天当中的一个机会 它是不是要涨点194点 这个地方做完之后你看哦 10点59分 我赶快开始跟这个我的会员讲 目前逆价差观察大盘 如果大盘触底啊 这个点位啊 我规划的低点满足点 我现在可以把它撕开了 来各位 为什么要撕开 因为今天来了 我现在直接撕开给大家看 之前的低点满足啊 就是所谓的7800 来各位 开始认真听了 这里电视台给它开到大声 我开始要讲了 目前的这个逆价差观察 由逆价差 来观察大盘 这个大盘真的触底到7800 我规划的低点满足点啊 各位 这个地方有个重点 9月起止啊 它的低点满足在哪里 因为逆价差嘛 逆价差代表什么意思 大盘它虽然在7800 可是期货今天收盘收在哪里 各位774级嘛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9月起止 这个低点满足 其实今天没来哦 在这个点位哦 这个点位怎么来的 我个人啊 我曾英杰自己的 我私人的啊 我私人软体算出来的点位啊 那我请这个要操作波段单的 你麻烦你牢记这个价位 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 这份重要的讯息啊 全体家族成员 都已经知道啊 这个礼拜天啊 我想要跟全国投资员来分享 特别是在这一波 你输很惨的 而且这个分享是风雨无阻的 为什么要风雨无阻 因为我真的可以想象得到 很多人在这一波行情里面 真的受伤惨动 输到几乎快破产了 很多人 可以说是哀鸿遍野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告诉各位 这个下个礼拜一啊 9月起止啊 它的一个变化 我先讲哦 第一件事情 下个礼拜我个人的研判 9月起止它很有可能怎样 高达9成以上的机会 它会反弹 那老师 反弹的话怎么办 反弹的话我这个点更不会来 因为今天就没来了嘛 来拉近 这个点啊 在反弹之后 它就不会来 所以在下个礼拜 它反弹之后 你千万要做一件事情 不要直接去做多 各位一定要是这个点位哦 你真的很听啊 真的就是要这个点位 你才能跑去做多 所以它反弹之后会怎样 我们必须要等 反弹之后它会压回 我个人现在对大盘的规划 我现在讲在前面 它会反弹冲上去之后 会再压回 等到压回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就是可以切入做多的时候 这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如果礼拜一 它继续弱势开出 开低的话 开低的话又分两种 开低的话 它直接如果灌破这个点位的话 各位代表什么意思 大盘要继续走 空头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地方呢 我呢就怎样 可能会修正我的看法 我会直接做空单 所以这盘式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电视上 我不能讲太多 所以说这个礼拜天 我要很认真的来分析 下个礼拜一的 这个盘式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当会员朋友 你在这两天 礼拜有礼拜六 礼拜天 你这三天看到我这个节目 你说老师 你可能礼拜天 你好好的跟我讲 这个大盘的沙盘推演 我真的很想知道 可是节目上 你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话 你这个礼拜天 你就要仔细听 真的有够重要 那个天鹅台风 算不了什么 天鹅台风 真的阻挡不了 我想要来拯救 投资朋友的决心 各位 礼拜天完全揭秘 本波行情的低点 来各位 掌握当中转折的绝技 特别是这一个点 你一定要知道 这会完朋友就算你现在已经知道 会员朋友就算你知道了 我也要告诉你礼拜一的正确做法 这非常重要 礼拜一的正确的台子旗的做法 这里我就要布局波段单了 到底是波段多单还波段空单 这个会因为盘式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规划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人生第一次以来 我看到投资朋友赔这么惨 我真的在这个天鹅台风 可能要侵犯台湾的同时 我依然而然 我坚定意志 公司的同事老板 劝我要改日期 我说不能改 改了就来不及了 就是在下个礼拜 兵家必争之地 各位 本波行情的一个低点 掌握这个当中转折 各位 即便天鹅台风 我也风雨无阻 使命必打 为什么 因为拯救投资朋友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实在是有点重要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不管你是不是有会员 会员朋友 你可能看到这个讯息 你搞不好 你还不知道真正的做法 这个点位来拉近 这个是什么点位 第一点满足在什么点 是什么 是9月期 我想要利用这个礼拜天 好好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你如果有想要知道 有真的想要 跟我们一样 对这个大盘 这里真的有大钱 这个钱会大到很夸张 这是我15年来的经验 有兴趣的 你好好留意一下 中厂的资讯非常重要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 节目的现场 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Q弹 因为我有 沙拉沙拉水墨力 日本张力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谈恋爱 真的好汤 沙拉沙拉水墨力沐浴如 涨跌幅 由7%扩大为10%之后 操作难度提高 您是否伤痕累累 心灰意冷 曾老师给你温暖的毯子 重振你的信心 你不会再心灰意冷了 曾老师给你温暖的毯子 好离温暖 02-2578-3777 2578-3777 曾老师好离温暖哦 奶酪妹QQ 红豆哥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爱之味奶酪红豆 香Qmuchmuch 甜蜜的邂逅 爱之味奶酪红豆 期王团队期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粉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派 机不可失 狠 顺势加码 推升过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期货 选就选最好的 齐王团队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谢谢你 这么用心熬红豆水照顾我 精选万丹红豆 自然食材 先煮 后焖 浓浓红豆香 水当当好气色 万丹红红豆水 转变幅 转变幅 由7%扩大为10%之后 操作难度提高 您是否伤痕累累 心灰意冷 曾老师给你温暖的毯子 重振你的信心 你不会再心灰意冷了 曾老师给你温暖的毯子 后离温暖 02-2578-3777 2578-3777 曾老师后离温暖哦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在这一波行情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投资朋友 跟曾老师聊天 他们真的验证到 曾老师的功力 为什么 因为从7月31号 当时大盘还在 866 5点的时候 我就直接很笃定的 告诉他们拉近 8000点必破 那么我想拥有这样的 一个功力的老师 在台面上 你真的是找不到几个 所以有很多投资朋友 会很开玩笑的 跟曾老师说 老师 其实坦白讲 你真的不用当分析师了 你简直就是 神明般的判断 你根本可以 自由自在退休 自己做自己做自己的单就可以了 我说对啊 是这样没错啊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曾老师 你还要继续的当分析师呢 各位 关于这个问题 我直接在台面上 我想要回答 全国的投资朋友 各位 当我今天看到 大盘从1万点跌到现在 只剩下7700点 我其实心里面 是非常的舍不得 很多受众伤的投资朋友 因为他们可能面临到怎样 夫妻失和 甚至于可能家庭快要破碎 甚至于可能财富损失掉 一大半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为什么要当分析师 我来告诉各位 为什么曾一杰要当分析师 这就是社会责任的一个使命感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认识 郭台铭这一位大企业家 以他的财富 十辈子都用不完 为什么他还要这么认真的工作 因为他只要一停下来 他只要一退休 有好几万个家庭 可能会失业没工作 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今天我可以很自私的 自己做自己的单 养活自己 但是问题是投资朋友怎么办 这叫社会责任的使命感 因为这个社会的使命感 你可以看到 我帮助了多少投资朋友 各位 我因为正确的判断 在八月份 短短几天的时间 整个波段行情 让我看对的情况之下 看对加上作对 这个才四天而已 四口大台 1246点 我因为我的专业选择权 让我的家族成员 在一夜之间 礼拜三 这个礼拜二做的 昨天 前天这个礼拜三 结算的时候 各位7.75倍 这个就是社会责任的 一个使命感 各位 另外 我想当分析师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已故先赴的期许 我曾经告诉过各位 我父亲 在我想要踏入奇卧 这个行业之前 他其实是万般的反对 因为他认为奇卧 会导致于很多人 怎样 请家荡产 但是我记得 我曾经告诉过投资朋友 我以坚定无比的信心 告诉我父亲 我告诉他说什么 我告诉我父亲说 爸爸 你一定要相信你儿子曾英杰 遗传到你的智慧 他会运用他的智慧 不但的 自己能够战胜这个奇卧市场 甚至于未来 还要帮助更多更多的投资朋友 所以我说了 我曾经在父亲节的时候 我给各位看过这一张东西 为了要追思我最伟大的父亲 曾文航先生 我说我要回馈社会 我要继续的发扬 我的实战操盘技巧 我要分享我精准的操盘 工具 它叫先人指路系统 也因为这样 我不断的在努力 不断的在奋斗 我创造的这些东西 创造的这些我个人智慧财产 我一个一个秀给各位看 各位 你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这2013年 我所做出来的操盘软体 这个是2015年的股票软体 这个是今年最新的 先人指路精装版的 期货操盘软体 这三套 除了这三套之外 我说了我还怎样 怕投资朋友 可能没有办法掌握到我的精髓 我创造了什么 我创造了我个人 15年来的操盘经验 来各位 实战教学光碟 实战教学 我把我的这毕生 这个操盘的智慧 各位在家有没有 我想要传授下去 更重要是很多人不懂选择权 我也利用个人 来撰写这本书籍 叫认识周选择权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而且非常非常热爱我的工作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说的就因为这两个原因 结果有这社会责任的使命感 结果有这已故先父的期许 我父亲因为我这样子 他非常担心害怕 所以我告诉他这样做之后 我父亲就被我说服之后 他告诉我 曾英杰 如果你真的执意要做这份工作的话 我只有一个要求 只有一个期许 我说什么样期许 我说你要做的话 你一定要做最优秀的 要不然你干脆不要做 我完全听完我父亲这一句话之后 我非常感动 我告诉他我一定会做到 请你相信你的儿子 绝对是非常认真进扯的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继续当分析师 就是这两个原因 那么现在大盘 我说了 我已经看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在星期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刚刚各位所看到这两份好礼 一份叫超盘教学光碟之外 一份叫做什么 认识周旋哲旋之外 我想要把我的智慧结晶 全部在礼拜天分享出去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说了 这个资讯非常重要 礼拜天我要告诉你 下个礼拜 我的超盘作战计划 会员朋友真的有空 也来听一听 因为我要告诉你怎么做 来 本波行情第一点 掌握当中转折 你觉得重不重要 一定很重要 但是我希望 来的人数实在太多 一定要事先预约 我们没有办法服务现场的人员 所以说在这个礼拜天 各位 即便天鹅台风 我说了我也风雨无阻 因为当我看到 这么多投资朋友 因为这波行情受伤惨重的时候 我心如刀割 所以一个小小的天鹅台风 也阻挡不了我 想帮助投资朋友的决心 因此 我希望投资朋友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 这个礼拜天 有空的话 善加留意中档持续 我们希望我们礼拜天 可以碰里面 下周一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椰子 无患子 变成Pulse 洗衣塑造精 不残留 超干净 干净到每一个纤维孔 会透气 宝贝好喜欢 Pulse洗衣塑造精 Pulse Pulse 涨叠服由7% 扩大为10%之后 操作难度提高 您是否伤痕肥累 心灰意冷 曾老师给你温暖的毯子 重振你的信心 你不会再心灰意冷了 曾老师给你温暖的毯子 Hollywood time 02-2578-3777 曾老师 Hollywood time 打击火器 特工有力 待这位分解茶 齐王团队 奇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试价进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 快反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失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过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过 选就选 最好的齐王团队 请播 02-2578-3777 2578-3777 吃牛排 除了美味 我还要求安心 我选择 有食品卫生认证的 贵族世家 陛下 安全看得见 超美味 超放心 幸福就在这一刻 贵族世家 涨叠幅 由7% 扩大为10%之后 操作难度提高 您是